美陸戰隊司令說關島第三貧海作戰團對抗中共 以色列與真主黨全面戰爭一速即發 中共再要求軍隊過緊日子 美關閉俄兩簽證中心耀恩說 俄須遵守對北韓制裁 中澳向對方公民提供5年多次入境簽證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熱點,我是章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23日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21日,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史密斯向媒體宣布 美國海軍陸戰隊將在幾年內在日本關島部署一個 能夠靈活快速反應的貧海作戰團以應對中共 22日,美國核動力航母羅斯福號抵達韓國釜山 和日韓舉行的聯合軍事演習 史密斯說,美國海軍陸戰隊憑海作戰團 只在反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略 保護日本、韓國和菲律賓 蓋團將負責在第一島鏈內迅速捕捉到菲律賓 以分散作戰空間保護從日本、菲律賓、夏威夷發出的戰略通訊路線 2022年3月,美國海軍陸戰隊首個貧海作戰團在夏威夷成立 去年11月,美軍的第二支貧海作戰團在沖繩成立 美軍計劃到2027年創設三支貧海作戰團 該團能夠在移動中發射反艦導彈進行遠程探測和交戰 還能夠向偏遠倒序、部署小規模海軍陸戰隊 時平人維虎宇認為,美國的濱海作戰團 它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發展出來的一個新兵種 是對目前海軍陸戰隊的一種改革 就是為了應對與中共未來這種新型的戰略誕生的這樣一支部隊 夏威夷是美國太平洋艦隊的司令部 關島是第二島鏈的一個最核心的美軍的基地 沖繩是第一島鏈美軍重要的基地立 整個它是為印太地區來對付中共而造的戰略部署 史文斯證實,美國海軍陸戰隊將在12月開始從沖繩遷往關島 日本自衛隊幕僚長深夏泰晨表示 通過加強日本陸上自衛隊與美國海軍陸戰隊之間的合作 我們將為印太和平與穩定做出貢獻 本台粵語主持人、資深記者石頭認為 美國的海軍陸戰隊是擁有很強的能力 包含地面作戰部隊、航空作戰部隊、後勤支援部隊 是一隻可以全方位作戰的部隊 現在明確地對外公佈 美國海軍陸戰隊貧海作戰團正在部署在關島 還明確說到,只在反擊中共的侵略 保護日本、韓國和菲律賓 這明顯在警告中共,不要輕舉妄動 美軍海軍陸戰隊早就有少量的在台灣訓練台灣的軍隊 如何應對中共的侵略 對中共來說,美國海軍陸戰隊部署到印太就是一種震懾 而據海軍新聞22日的報導,日本海上自衛隊的下一代護衛艦 阿賀野號,也是第六首最上級多用途護衛艦 將部署到日本海上自衛隊武學海軍基地 據悉,FFM多任務護衛艦滿載排水量約5,500噸 最快速度將超過30折,配備多種武器和系統,順上的自動化水平很高 與此同時,羅斯福號航母首度訪問虎山 本月初,美、日、韓三國防長在出席 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期間舉行了三邊會談 商定三國將在今年夏季舉行首次當領域聯合軍演、自由之人 旨在加強在海陸空及網絡等領域的聯合作戰能力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星期三表示 中共、俄羅斯、北韓和伊朗等專制政權 正在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互相支持 這意味著北約和亞太地區盟國的合作變得更加重要 第75屆北約峰會將在7月9日至11日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 斯托爾·騰貝格表示 將利用這次會議進一步加強北約和亞太地區合作夥伴 澳洲、新西蘭、韓國和日本的夥伴關係 另外,據世界一體新聞台報導 印度總理莫迪不太可能出席上合組織峰會 該峰會將在7月3日至4日 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舉行 石頭認為 上海合作組織是由中國和俄羅斯等國成立的安全組織 成立的目的是為了對抗美國和西方國家 在東亞、中亞、印度洋等地的影響力 隨著伊朗等這些國家的加入 目前對於印度來說 可能越來越不適合它的發展方向南 與西方發達經濟體的合作對印度來說更有價值 印度與目前的上合組織的宗旨已經格格不入 同時與中共由於邊境的糾紛互不相揚 包括上合組織的領導權方面也是明爭暗鬥 所以莫迪的精力現在主要放在與西方國家發展關係上 這樣最符合印度的利益 據CNN報導 以色列極有可能在近期向尼巴嫩真主黨發起全面戰爭 這個星期 布林肯和國務卿接待了一批以色列軍事顧問 並向以色列軍方保證 如果以色列與真主黨發生全面戰爭 以色列將得到美國全面支持 美國將與以色列站在同一陣線 打擊伊朗的勢力 但華盛頓不會派遣美國士兵上戰場 CNN指出 白宮擔心真主黨有能力擊敗以色列的防空系統 包括鐵窮反盜系統 官員告訴該廣播公司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向以色列提供軍事援助 以加強其防禦的原因 22日 伊拉克真主黨哈拉卡特組織的創始人兼秘書長卡比說 伊拉克抵抗運動將與真主黨並肩作戰 抵抗以色列對尼巴嫩南部的任何襲擊 21日有媒體報導 意大利、法國、英國、瑞典和德國的大使 已被本國政府指示 立即撤離尼巴嫩 因為情報顯示 戰爭迫在微折 沙特阿拉伯駐倫敦大使館 在宣布以色列即將入侵尼巴嫩南部後 警告世界大戰的風險時說 重要的是每個人都要明白我們面臨的危險 衝突不會僅限於地區 而會很快演變為國際衝突 科威特敦速其公民立即離開尼巴嫩 加拿大正準備從尼巴嫩撤離4萬5千名加拿大公民 以色列正在尼巴嫩邊境部署主要步兵和裝甲部隊 此外,據美國海軍學院新聞 美國海軍艾森豪威爾號航空母艦攻擊群 正在從紅海重新部署到地中海東部 以對抗胡塞武裝的襲擊 此舉只在協助以色列保衛其北部領空 免受遠程導彈、火箭和無人機的大規模襲擊 儘管官員們說,這次重新部署與以色列和真主黨的緊張局勢無關 但這種重新部署似乎是對中東局勢演變的戰略強化 與此同時,21日埃及對以色列的出口增加了一倍 阿聯酋和約旦對以色列的出口也增加了 中共軍報20日消息說,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廳 日前印發有關勤劍建軍的文件 提及樹勞過緊日子思想、徵打細算 時評人中原表示,所謂勤劍建軍或軍隊過緊日子的口號 表明眼看也沒錢給軍隊立 中共三年間的嚴厲疫情清零政策,掏空了地方財政 自2021年下半年以來的公務員降薪潮 幾乎波及中國所有省份,津貼獎金取消或減少了 3月的中共兩會上更提出,各級政府要習慣過緊日子 之後嚴控三公經費和緊縮一般性支出 中原表示,中共高層會優先保障軍費 這是最大的維穩開支 其次是社會維穩費,再次是公務員工資、待遇等 曾在軍隊復過疫的大陸民眾華先生告訴《大紀元》 我很多戰友在部隊裡,很多補貼現在都無納 現在半年了,他們的那些補貼半年都沒發過 據3月份,中共發布的預算報告草案 今年國防預算預計將增長7.2% 但美國前印太司令阿富利諾曾表示 中共的軍事開支可能大大超出軍方說的7.2%增幅 中原說,中共軍費似乎是一個無底洞 經濟在下滑,財政入不敷出,軍費必然會受影響 比如多做一手福建號航母,不僅花的是航母的錢 還需要大量不同型號的艦載機和護衛的驅逐艦、潛艦 以及相應的港口、保障等設施 維護保養,數千船員都是很大的費用 另外,中共會優先保證軍官和士兵的身水 17至19日,中共剛剛在延桿開了全軍政治工作會議 習近平罕見的話,當前世情、國情、黨情、軍情 都在發生複雜深刻的變化 中原認為,表明習近平很怕軍隊因為待遇問題出亂子 習近平近年繼續加大對軍隊的投入 同時中共還在南海、台海不斷挑釋 中共軍隊也不是強調備戰 中原說,如果工資、待遇不能夠減 裝備和訓練費用很可能就會被減 中共軍方所謂勤劍建軍 應該很快反映響新軍備的採購和平時訓練上 中共還在大幅增加核武器 實際很消錢,會擠佔常規武器的費用 這個時間點,軍隊公開叫出過緊日子 應該是中共進一步走下坡路的有一個關鍵信號 據塔斯社報導,俄羅斯駐華盛頓大使安托洛夫表示 美國政府22日無預警要求關閉俄羅斯使館 在華盛頓和紐約的簽證中心 21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提出 俄羅斯必須遵守聯合國對北韓的制裁 22日俄羅斯外交部說,如果美國關閉俄羅斯在美簽證中心 並剝奪外交官的稅務特許權 俄方將給予相互回應 目前俄方仍在尋求了解關閉簽證中心的理由 強調仍將繼續提供領事服務 近日外交官們告訴路透社 應美國、法國、英國、韓國和日本的要求 聯合國安理會將在28日就北韓問題舉行會議 希望討論北韓違反安理會決議的武器轉讓問題 自2006年以來 北韓一直欣期核計劃和彈道導彈計劃而受到聯合國的制裁 古特雷斯21日說,安理會已經批准了對北韓的制裁 各國如果與北韓建立關係,包括俄羅斯聯邦 都必須完全遵守這些制裁 安理會共15個成員國在如何處理平壤問題上一直存在分歧 中俄表示,更多制裁無際於是,希望能放鬆這些措施 2022年5月,中俄否決了美國主導的一項提案 該提案希望推動聯合國對北韓重新發射彈道導彈實施更多制裁 3月,俄羅斯否決了監督聯合國制裁執行情況專家小組的續任 該專家小組4月底解散之前,其中3名專家前往了烏克蘭 並在一份提交給安理會的報告中證實 落在烏克蘭哈爾科夫市的一枚導彈來自北韓 中俄聲稱,美韓聯合軍事演習激怒了平壤 美國則指責中俄袒護北韓,使其免受更多制裁 令平壤更膽大妄圍 中共外交部表示,中澳兩國從21日開始 互為對方商務、旅遊、探親人員頒發5年多次入境簽證 每次滯留時間不超過90天 17日,李強在和澳洲總理阿爾巴黎斯會午後的記者會上 公布了單方面向澳洲公民提供免簽待遇 以及兩國互相提供3年至5年內多次往返的旅遊、商務和探親簽證 此前,中國公民訪問澳洲可申請最長一年的簽證 經常出國的遊客可以申請最長10年的簽證 據中媒澎湃新聞報導,該消息發布後一個小時內 中國旅遊網站同情旅遊上有關澳大利亞機票、酒店和其他項目的搜索量 激增了200%以上 李強在訪問澳大利亞期間說 北京還會將澳大利亞立入簽證豁免計劃 允許澳洲人免簽訪問中國 逗留時間最長為15天 而中國的15天免簽項目 原本已經包括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西班牙、馬來西亞等國家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第一次新聞播報潘 包括続式新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